謝謝主席 是不是麻煩邱清祖記長以及副審記長 請周祖記長及王滬審記長 兩位好 最近一次公佈地方債務公佈的情況 苗栗縣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佔稅出預算62% 未滿一年的公共債務佔稅出預算70.84% 明顯的違反公共債務法 宜蘭縣雖然一年以上指導警戒值還沒超過50% 但是未滿一年的公共債務佔稅出預算40.52% 地方政府的債務這樣子惡化的情況之下 錢繼續亂花 主席總處這邊有任何的能力做好把關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事實上苗栗縣跟宜蘭縣 宜蘭縣它已經原來是超過50% 現在由於這個警任縣長的努力 它已經是在下降到50%以下 苗栗縣的話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甚至由主席總處派一個主席人員去那邊監督了4年 宜蘭縣我們先澄清嘛 未滿一年的公共債務還是違法的對吧 未滿一年的它是50啦 現在46.58 等一下 你講的50的標準是一年以上的啦 公共債務法未滿一年的公共債務佔稅出預算 只能到30%嘛 對是的 那就明確違法嘛 所以我才問說主席總處 是不是有協助做把關的工作 報告委員我們都會對於它違法的話 會扣減它的一個補助款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對 當我們一般的人民 自己在可支配所得 實質的可支配所得 沒有增加多少 而負擔的債務比例越來越高的時候 人民看到的是什麼 來我先帶各位看 1億7千萬荒廢的停車場 這個是在苗栗縣馬糞館旁邊啊 的停車場 目前是荒煙漫草比人還要高 宜蘭縣81億的宜蘭矽谷 結果現在發現廠商寥寥無幾 只有除草工人跟水鳥 連當地的民代都炮轟啊 是花錢在養蚊子館 一樣宜蘭縣30億中新文創園區 結果呢 結果來客樹慘蛋 花了30億 蓋了一個蚊子館 接下來 中新新村 全台最大的蚊子館 編了107億的預算 結果到現在 養出來一個 完全被腦殘決策套死的 中新新村出來 過去的這些事情 我先請教一下審計部 一個最關心最關鍵的問題 這些蚊子館 從幾億到幾十億到上百億 所有的納稅人看了 心都在痛 我現在只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啊 哪個官員負了什麼責任 跟委員報告 那這些 上一次在審議的時候 有委員提出 將來我們會對這個 我現在不是問將來你要怎麼做啊 是 將來你要怎麼做 我們等一下進一步討論啊 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嘛 幾十億幾百億這樣浪費 到目前為止 哪一個官員負了什麼責任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大家都在問啊 是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針對這些蚊子館有 未經值的效能過低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把 按照審計法 69要規定報到監察院 那針對裡面有行政人員 所以我先停一下啦齁 你們報到監察院了 結果監察院沒有採取作為軟趴趴 跟審計部沒有關係嘛 沒有關係啊 我責任一項分得很清楚啊 該審計部負責的審計部負責 該監察院負責的監察院負責 但是 到目前為止人民看不下去啊 到底哪一個官員負了什麼責任 唯一啦 唯一一個 有被彈劾的叫劉正宏 結果你知道他被彈劾了以後 受了什麼處分嗎 你知道嗎 不太清楚 申戒 他被彈劾了以後記了申戒 記他申戒要幹嘛 根本不痛不癢啊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根本沒有人認真去追究這一些 浪費納稅人辛苦的納稅錢 做出腦殘決策的官員的責任 沒有關係喔 過去的事情 你們可能覺得成而已久 沒有辦法再處理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現在進行事 上一次我講 台鐵花了4億 搞一個根本不能用的後援資源管理系統 審計部也去查核了 直接打臉台鐵 說我講的沒有錯 他們當初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的確是有嚴重的疏失 然後呢 審計部出來的調查報告 說督促 台鐵局查處相關人員的責任 來審計部 目前什麼人的責任被查處了 這部分因為我們整個案子 就是也報告監察院 那監察院現在正在立案調查當中 那如果調查結果有 這個詳細的提醒我們再跟委員來 兩個部分嘛 一個部分 你們該移送監察院移送監察院 第二個部分 今天審計部要求交通部 要督促台鐵查處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交通部有在做嗎 我紅色的線畫出來的 就是你們的報告啦 但是我每次看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腦在紙面只問一個問題 這個是在做文還是有實際的行動 今天審計部要求交通部 要去查處責任 請問交通部做了嗎 這個部分我們通知他要去查處 但是他目前還沒有申付 喔對嘛 所以審計部打算放任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嗎 沒有我們會來 我直接跟審計部講啦 如果交通部包庇眾籠 連交通部一起移送監察院 可以嗎 第二個 只有海科館 不是只有海科館的事情喔 當初海科館 說我們要蓋一個停車場 給沁陽公司 然後讓什麼 讓海科館海生館那邊 有停車的需求 可以停在條河街停車場 審計部 這個案子 有查到嗎 花了一億多 結果現在的現況喔 請副審計長看一下照片 我上個禮拜 去現場實地探勘 一片荒煙漫草 封起來喔 連進去的入口都封起來 進去的裡面呢 也是用鐵皮的鐵門封起來 這件事情喔 不是只有基隆市政府喔 我們的中央機關 總共補助了一億兩千萬 本來在2012年 就要完工的 結果拖到今天喔 拖到今天 整個工程擺爛在那裡 延宕了這麼久 請問審計部 這件事情有調查嗎 有我們 這個部分 據我們了解就是說 目前整個海科館 包含這個就是BOT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他正在就是 已經請這個教育部跟海科館 他來 教育部跟海科館來 積極來處理 那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 憲法院已經用 憲法院糾正了 我跟你交換一個意見齁 是 監察院糾正的部分 是針對海科館 是 我現在針對的部分 是調和街的停車場 調和街的停車場 你們真的有去調查嗎 現場有去看過嗎 現場有去看過嗎 這個我 這個我不太 你們中央部會 當初計畫怎麼審核的 補助了一億兩千萬 結果現在放在那邊養蚊子 根本不能用 沒有人在追究責任啊 審計部需要多少時間 這個事情喔 我會從一開始的決策一路追究 誰決定花這個錢 蓋一個到現在都還不能用的所謂的停車場 為什麼現在全部把它封起來 審計部調查這件事情需要多少時間 可以 委員可以給我們兩個月的時間嗎 太久了 我給了一個月的時間 出來了以後 是 我希望審計部在報告裡面跟大家講清楚 是 誰要為這個決策負責 是 我們 哪些人 要移送到監察院去 我知道審計同仁很辛苦 是 去查完了以後 大家看到的是要有行動嘛 如果每次查完了以後 完全沒有任何行動的話 那大家怎麼會怕 怎麼會警惕 納稅人的錢繼續亂花啊 地方政府的財政紀律 中央政府隨便亂補助 沒有把計畫審核好的責任 大家通通都不用負責喔 有這麼好的事嗎 最後 我提醒一下審計部喔 是 我上次講過 有關於我們的衛福部 煙圈 拿去被貪汙的事情 上次審計長答應我 一個月之內 要有報告出來 我今天正式提醒審計部 一個月的時間快要到了 是 請你們把調查的結果 趕快送來 有我們進一步再處理當中 謝謝 好謝謝請回座 有請施藝方委員